在全球的定位就是爱心的输出大国 慈悲没有敌人 我们将以爱心隶属世界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团结一起 以无比的自信大声的告诉全世界 台湾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对世界的贡献 没有台湾的科技研发和生产力 苹果的智慧型手机无法顺利上市 从而改变全人类的生活形态 没有台湾制造的零组件 特斯拉智能电动车 现在能在研发的阶段 没有台湾生产设计的关键零组件 全球的航太科技 会比现在落后许多年 没有台湾在保存中华传统文化 比华人世界创作能量上的努力 世界文明会损失重要的内涵 没有台湾除去大量的爱心输出 在世界各地的灾难低限 能够提供各方面的协助 世界上一定会有许多人 因此承受更深 更长 更久的生命的苦难 我们可以骄傲地对全世界说 台湾是全球进步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台湾是人性良善价值 最宝贵的资产 政党轮替二十年来 因为过度的社会动员 在世代 阶级 产烈和族群之间 产生了无谓的对立跟仇恨 造成台湾内部严重的内耗 未来四年是台湾最需要 冷静 理性 团结的时刻 我们不应该再陷入统独的争议 在争议的使务同 跟各种假议题的纠葛 而应该务实面对历史遗留的问题 放眼我们共同的未来 我们在全球的定位 就是爱心的输出大国 慈悲没有敌人 我们将以爱心立足世界